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小年夜 一月二十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曹彥峻 今天首先我們來關心的是 春節的十天假期 正式啟動了 今天中午過後 在國五還有國一的部分路段 車速都不到二十公里 而國三的大溪到龍潭 還有捷東到香山等路段 一樣是車多雍色 在各地車站也是陸續出現了 返鄉的人潮 高工局預估小年夜這一天 全線的交通量是一百百萬車公里 到了初三 初四 會是國道最擁捨的兩天 農曆春節連假正式展開 南下車潮逐漸湧現 小年夜的午後 包括國五十丁到平林 國一 湖口到竹北等路段 車速不到二十公里 國三大溪到龍潭 加東到香山等路段 也車多雍色 高工局預估小年夜 全線交通量為一百百萬車公里 其中南向交通量 預估有六十百萬車公里 是年平均日的一點四倍 那初一 初二 初三 是我們南下的尖峰 初四 初五是我們北上的尖峰 那個整個一個運量都會達到 我們平常這個一點六到一點八倍 台北車站也出現搭車返向人潮 民眾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伴手禮 準備回家團圓過新年 總統蔡英文交通部長王國才 到臺北車站特定區聯合防災中心 視察輸映的狀況 聽取簡報 並發放年節加菜金 包括台鐵和高鐵都全力加開列車 並做好運聚準備 高工局也會透過高存在管制 調整收費及管制措施 減少高速公路塞車的情形 高工局提醒 春節假期中 初三 初四 將會是國道最塞的兩天 氣象局預估 初而開始受到強烈 大陸冷氣團或寒流的影響 氣溫會一路下滑 初四 二十五號的清晨 將會是最冷的時間點 低溫大約十一度 熱水氣溫度配合 北部高山有機會降雪 民眾一定要注意保暖 記者委 陳柏妤 陳立峰投資報導